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 介绍一个illustrator的 绘制漫画的方式 这个方式呢 就是用即时上色 的方式来表现 它的甜色 甜色完之后我们会在 去做色彩的一个 上色及明暗的一个 表现 那我们首先呢先来 把我的草稿先置入到 以拉斯锤子里面来 先新增一个图档 我用横式的好了 A4横式 确定 好这时候我再把我的这个 在 点证软体所画的漫画草稿 把它置入 OK 我把它放大一点 好 然后我叫大家锁到这个 第一个图层 我再新增第二个图层 好这时候我们呢 要先制作一个 笔刷 就是我们漫画的笔刷 我们直接用直线工具 先画 三四条线 我先将填射关闭 只有线段 这样 这个 笔刷呢你要做三种四种都OK 自己去决定 那我先做三种就好了 好再复制 画好一段之后复制 复制四条 然后我们将这个 笔画的这个 面板呢把它打开 显像全部的显示出来 首先我先选择第1条 然后我将它的这个 描述档这边呢 先选择第1种 样式的线条 然后我将线条的宽度加速 加到我要的 好 那这时候呢 我要将它的这个线条呢 存到我的这个笔刷里面 等下就可以套用 好 打开笔刷 拖过去 进去 进去 要选择 它会跳出一个 视窗 问你要 变成哪一类型的笔刷 你要选择线条 图笔刷 确定 然后你可以为这个呢 取名字 如果你不要就用原来的名称 方向呢就保留预设值 确定 好 在第2种 这个做好之后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第2种呢 我选择另外一种类型的 这种 这个 右出左细的 一样我们把它线条先加宽 加到我喜欢的宽度 然后把它 吐过来 一样 一样 选择 线条图笔刷 确定 确定 再来 第3种 我选择是 这样子的 粗细变化 忽大忽小的 这个呢我让它不要太粗 6pt 一样 线条笔刷 确定 第3种 再来 最后一个 我选择是这种 有点像 辅批村的这种 效果 像钉直的一个造型 好 我们拖过来 确定 再就是我们刚刚呢 第1种啊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太粗了 我可以把它做一个细一点的 所以我现在 把这个做法先删掉 我把这个先改掉 改成 第1种 那我让它的宽度能够细一点 我要做一种比较细一点的 画些细线用的 等一下 这没有刷到 好 线条 一个是 比较细的 这是比较细的 就是像钉子的 这是 粗细变化的 这是 一半粗一半细的 这是 最粗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了 首先我们准备好我们的数位板 然后 选择这个笔刷工具 然后开始 绘制 太粗的话 我们就先把 低段 再把它调细 等一下我们刚刚那个涂层呢 我们可以把它变模糊一点 所以你要选择涂层一 双响 选择模糊至影像50% 那变淡一点 这样我们在画的时候会比较 清楚 到底有没有画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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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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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